拿出上个月的照片 陈博士仔细比对 看看小珊瑚有没有长大 海客馆珊瑚繁殖工作站设在温室内 除了可以吸收大自然光线外 还是要架上模拟大自然的光灯 控制水流及温度 让分植出来的珊瑚宝宝安心长大 就是目前我们海客馆在做珊瑚的 还养值的一个状况 那我前面的这个叫做吉北珊瑚 吉北珊瑚它比较特别 它是属于比较团块状的珊瑚 这种珊瑚长得比较慢 可是长得比较慢 其实它对于环境的那个韧性 就是说有台风或什么样 它的抵抗力反而比较强 长得快不一定强壮 慢慢长得受挫力较强 陈博士细说对珊瑚的观察 就像这触手越长 就知道这株珊瑚的地域性越强 你会发觉它有那种白色的 丝状的东西伸出来 它的触手它会伸出来 旁边如果有其他的珊瑚的话 它就会出现 我们叫做攻击师 去攻击别的珊瑚 或是别的生物让它去退 那就说这是我的领域 你不能过来 我们整个海科馆的 潮进海洋中心里面 我们大概养了 大概接近20种的珊瑚 那一般我们可能会养大一点 比如说5公分以上到10公分左右 让它比较强壮的时候 再往外移 那在今年我们预计 大概第一季我们会规划 那第二季我们就会去做 潮进的线刊 那我们希望在第三季 因为第四季海矿就不好 就不适合做了 然后有机会就是把一些珊瑚 去做试验性的移植到野外 去看它的状况 又分出种苗移植的风势 富裕珊瑚 每年都有计划 按步骤来 就是要永续海洋 海科馆在这部分 我们就大量的一个繁殖 我们的一个珊瑚 然后繁殖好之后 会把它移植到我们的海洋 甚至做富裕 这个工作整个SOP都完成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 其实是要大家一起努力 让我们的环境更美妙 目前很多企业对我们这样的 案子是很支持的 包括说像台达电 或是阳明 甚至于我们去年也有中游 对这个工作的赞助 还有合成 光宝或是其他的 他们就是在推广教育 这样的一个协助 我们都很感谢 那这样的活动 我们是欢迎大家一起来 我们增加山火在野外的一个任性 那其实是 我们就是增加 未来我们整个海域的 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任性 海科馆感谢企业团体的支持与赞助 让海域的生物多样性 能永续下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